介绍了北京城的选址 我们再来谈谈北京的规划 到过北京的朋友 对城市比直的街道 大概都有深刻的印象 北京城内的道路如棋盘一样 或东西走向或南北走向 很少有弯曲的道路 很明显这是经过规划的结果 也就是说 在北京城的建设之前 人们首先对城市进行了设计 然后按照设计图纸来修建城市 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 就经过了元 明 清三个朝代 以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个时期的建设和规划 北京城是如何规划设计的呢 首先 古代的城市都被一圈城墙包围起来 城墙保护着城市 也分割着城市和乡村 在明清时期 即距今六百到一百五十年前左右 北京拥有着全国最大最长的城墙 城墙为方形 分为外城和内城两部分 最初北京只有内城 后来为了保护南门外的居民 又增加了外城 城墙上有高大的城门 今天如果你到北京 很遗憾 已经无法看到高大的城墙 但有几个城门还是保留了下来 比如德胜门 前门等 如果你在北京乘坐二号线环线地铁 就可以发现很多车站的名字当中 都带着一个门字 这个二号线地铁的线路 就是古代北京的城墙所在 城墙和城门虽然已经不存在 但各个城门的地名 却保留了下来 除了城墙之外 北京城还有着对称的布局 有一道中轴线 将城市分为相似的东西两个部分 这体现出了中国特有的文化 中华文化讲究和谐平衡 而对称的城市布局 恰好给人以这种和谐平衡的感觉 网络状棋盘式的道路系统 也传递着秩序和稳定的信息 早在1500年前的唐代 中国人就在城市规划中 采用了中轴线和对称的布局形式 也建立了棋盘式的道路系统 北京就延续了这一规划思想 现在北京正在为中轴线和对称的规划布局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在这条城市中轴线上坐落着钟楼 古楼 故宫 天安门 前门 天坛 仙农坛等一系列重要建筑 新中国成立至今 人民英雄纪念碑 毛主席纪念堂 奥林匹克公园 鸟巢等也修建在这条中轴线上 它们体现了北京作为首都的核心功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